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刊发文章 对中国的常规导弹力量进行了详细分析 文章称常规导弹已成为军事力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们可以用来阻止来自数百千米或数千千米外的威胁和投射力量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已发展出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基常规导弹武器库之一 中国常规导弹部队重塑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格局 美国和其他地区行为体也在稳步调整自己的应对能力 文章称中国的陆基常规导弹能力在过去几年中有了娴助发展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 2000年中国的导弹部队总体上是短程和中等精度的 在此后中国发展了世界上最大最多样化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武器库 文章指出解放军火箭军过去几年中部署了多个新型导弹系统 其中许多导弹能够携带常规弹头和核弹头 本文的分析侧重于中国的常规导弹 因此不包括洲际弹道导弹 前射弹道导弹和某些紧携带核弹头的其他系统 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其常规导弹部队 它一直把发展重点放在部署更大射程和更高精度的实战导弹系统上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远离本土的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中国的中远程弹道导弹武器库完全由东风26弹道导弹组成 东风26导弹的最大射程为4000千米 除洲际弹道导弹和前射弹道导弹外 它比中国部署的任何其他种类导弹射程都远 据报道这是中国首款也是唯一一款能够对美国关岛进行常规打击的陆基导弹 据报道还有一种东风26导弹的变种 可以打击海上船只 值得注意的是 东风26导弹很可能是热插拔的 或者能够在常规弹头和核弹头之间快速切换 文章还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还部署了越来越多的中程弹道导弹 射程为1000至3000千米 东风21D是东风21常规导弹的变种 估计射程为1550千米 与东风21导弹不同 东风21D导弹配备了可载入式机动飞行器 这大大提高了导弹的精度 东风21D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实战型反舰弹道导弹 因其具有攻击航空母舰的能力 常被称为航母杀手 文章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也在部署更多的陆基巡航导弹 2019年 中国在建国70周年阅兵式中 展示了集罪行型巡航导弹长舰100 局限其射程可达2000千米 但很少有细节被公开披露 文章指出 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导弹力量的国际数字略有不同 但趋势相似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 在2020年拥有200枚中程弹道导弹 与2016年相比大幅上升 从2010年到2020年 中程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数量大约翻了一倍 而短程弹道导弹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 海湾战争后不久 中国政府再次被提醒 中国有必要提升其导弹能力 在1995至1996年开海危机期间 美国在台湾周边地区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 据信 这一经历促使中国追求反舰导弹 如东风21D和东风26反舰导弹 以及其他能够阻止周边地区进行干预的导弹能力 与防空和海防力量一起 这种能力被称为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 文章称 中国开发了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主要是为了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中国于2014年1月首次测试了一种被称为 DFCF的HGV原型 并在2017年之前至少进行了八次测试 目前已知的东风史机导弹搭载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可以以5至10马赫的速度飞行1800至2500千米 2019年10月1日 中国的国庆阅兵市场公开披露展示了东风17导弹 这表明它可能已投入使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